我们要做有人看的新闻 就是不是自己意想中的公信力 或者意想中的这么一个 我很厉害这种感觉 对对对不是那种 自己的一个幻觉 是我真的希望有人能够 给我的文章一些反馈 或者是他阅读的这种感受 这个东西真的可以 给人提供一些价值 它并不是for amusement 它也不是仅仅的一个八卦 也不是猎奇 所以它是一个可以沉淀下来 让人花了一点时间 不会觉得 我过去的刚刚班晓斯干什么 就会不会有这种恐慌的感觉 比如说文字 怎么样去叙述一件事情 比如说文章的这个成练方式 比如说图片怎么摆 比如说整个产品的UI怎么放 就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为什么说UI是产品的一个部分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的 是这样的 你不能因为号称你给一个90后办杂志 所以你就刻意地去做一些事情讨好它 你不能觉得 哦 我要跟年轻人对话 所以我要做一些 我认为你喜欢的话题 这个是走不通的 你要比他们高一点点 你要教他们一些东西 就是要交流嘛 要交流 我要比你大一点点 我告诉你 这个是你不知道的 你应该知道这个 记者财编现在在好奇心 你没有单别或单别要考虑的 没有 他们看不到任何这样的数字 他们有自己的账号 但只负责上稿 他们看不到后台运营数字 嗯 再给你谈到自己的 对 但是因为他们有关系来 他们只要负责写好文章就好了 但我希望我给你的东西 没有浪费你的时间 这是我最大的目的 我希望你能get something